因为百叶包只要拌了五度就 那往整我来着死 你让百叶包去吸收它 为什么叫爆烟黄鱼 就是放淡淡的盐水 放几粒花椒 放点白酒 上午泡 泡个两三个小时 爆烟一下以后 出来的黄鱼啊 它的肉质是蒜瓣状的 然后我们把百叶包放下面 因为百叶包只有吸收了汤汁 它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们每一片喽都加了一片鱼 也就是让它的味道更浓入一点 我们里面放了南风肉 会有那个咸味的 然后把这个淋在鱼的上面 放点鸡油 放一点那个猪油 接下来我们就放在蒸箱里面 蒸12分钟 加里我们也可以蒸个15分钟 这个呢我们是冷锅冷油 把鱼王蒸白叶包 上菜了 鱼王蒸白叶包 鱼王蒸白叶包 口鱼都放在冰箱里 白叶包再加蒸鱼 又要口鱼 可能它带着也可以 别 eat 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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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